群灰级空间 本地文件后台上传到阿里云盘 115天一网盘教程 首先 打开我们群灰级空间的Docker 搜索CloudNAS Cloud Drive 点下载 镜像比较大 大概530分钟即可下好 双击打开 为了Cloud Drive上传支持 更高的线程和更大的存储池 但是我取消性能限制尝试了一下 Cloud Drive会完全耗尽 我们NAS剩下的所有内存 进而影响NAS的整体使用 所以我们把基础设置目录下的 启用性能限制改为 CPU改为4 内存改为4096 然后打开文件夹路径 新建两个路径 在Docker文件夹下 新建一个Cloud Drive文件夹 装在路径为Cloud NAS Cloud Drive 在Cloud Drive文件夹下 新建一个Config文件夹 装在路径为Config 然后我们直接来到端口这一页 添加一行 本地端口填8866 容器端口填9798 然后点添加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填Cloud Drive 网页链接填HTP自己集空间的IP8866 点添加 然后点应用 然后我们打开集空间 桌面上的Cloud Drive快捷方式 进入Cloud Drive 自己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登录 登录时建议不勾选账号信息同步到云端 登录好之后 点左上角这朵云的图标 选中自己想要登录的网盘 支持阿里云盘 115网盘 天翼云盘 也支持多个网盘同时登录 这里我就选我平时用得最多 电影也存得最多的阿里云盘 点开以后打开你手机的阿里云盘 扫码登录就绑定完成了 现在我们的所有阿里云盘的文件都加载到了 我们的极空间Cloud Drive上了 现在我们准备加载我们的极空间磁盘 不过在加载之前 因为我们取消了Cloud Drive的性能限制 为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NAS的性能 我们要开启Cloud Drive上传的多线程 以及提高任务池容量 点击右上角的这个设置图标 把MaxBufferPussies拉到256MB 把MaxTransferTest拉满 把MaxProProcessTest拉满 然后我们加载我们的极空间磁盘 点左上角这多云的图标 选择WebDub 服务器填写HTP自己极空间的IP5005 用户名和密码填自己极空间的登录账号密码 然后点登录 这时候我们的极空间磁盘就加载到我们极空间Cloud Drive上了 接下来我们把本地测试这个文件夹 及里面的文件备份到阿里云盘里 高选上自己想要备份的文件夹 然后点击这个小人搬运货物的图标 选择自己想要备份到阿里云盘的目录 点击下方的移动 任务就开始了 由于我们刚刚降低了性能限制 开了多线程 以及提高了任务池容量 所以我们的任务不一会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可以挂着上传及空间 到阿里云盘的任务在后台 关闭我们的电脑 让它在后台静默上传了 这个教程同样适用于115云盘和天翼云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